再來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去抓網頁資料 所以我剛剛講 其實第一個你就是要學會怎麼樣 先到這個網頁裡面按右鍵 然後檢查一下 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下 它這個 比如說它這個類別名稱 它是放在一個叫DIV的名稱 所以記得 它的那個TAG名稱前面一定是小魚 有沒有 然後如果直接結束的話 後面就一個大魚 然後另外它這個多一個訊息 就是叫做它的CLASS 它的CLASS就是它的類別名稱 所以主要我們如果要爬取網頁資料的話 大概知道這兩個線索 就可以把它抓下來沒有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 第一個是它的標籤名稱是這個 然後它的類別名稱 不過跟各位講 有些那個資料 它不見得會有類別名稱 可能像底下這個 比如說這個是有類別 它標籤名稱叫DIV 類別名稱叫這個名稱 OK 那中間這個叫什麼 按右鍵檢查 檢查一下這個叫H4 OK H4的話是H4 就是標籤式的意思 OK 所以它的頭在這裡 也就是標籤裡面的資料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跟XML有點類似 標籤裡面的資料 就是.text 它裡面的文字的意思 所以我們知道 但是它這個沒有 後面沒有CLASS的名稱 所以沒有CLASS的名稱 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假如說 你抓這個網頁裡面 所有H4 可能會抓到不相干的 但如果它有類別名稱 就絕對不會抓到不相干 大概會有這種 不過可能要4才知道 有的時候 4發現多了一些資料 沒關係 你就是 再想辦法 稍微過濾一下 所以其實抓的方法 就是要不斷的去修正 OK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底下這個叫什麼 按右鍵檢查一下 這個叫SMALL 好 那我大概知道 上面叫DIV 然後它有個KS名稱 中間在H4 底下叫SMALL OK 好 那我知道這個網頁的標籤 第一個訊息 第二個的話 你可能要需要 再另外多一個外貨 因為前面我們只 有一個request.get 它是把原司碼通通抓下來 可是如果我要找 這個網頁裡面的標籤名稱 跟類別名稱 那需要再利用另外一個外貨 那個外貨名稱叫做 Beautiful Soup 特別說 Beautiful 美麗的 Soup 美麗的湯 OK 應該這意思 奇怪 美麗的湯跟什麼關係 好啦 不管 你知道 Beautiful Soup 主要的目的 就是幫你抓標籤名稱 裡面的文字 OK 它裡面的話 主要 會常用到的 就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叫Find Find的話 什麼意思? Find就是尋找 Find Find什麼? Find 如果只找一次的話 就用Find 也就是說 如果你找的資料 只會有一個標籤名稱的話 那就用Find 如果你有很多個 叫Find 底線O 所以還蠻好記的 找一次就Find 找很多次就Find 所以這個網頁裡面 這個類別名稱 其實我要抓的不只這一個 如果你要抓第一個的話 就Find 可是如果你要抓全部的話 那你就Find O就可以了 所以 大概我們有這個概念之後 接下來就來實作了 所以 第一個 我們一樣 我把程式讓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一樣用什麼 Request.get 然後把這個網址貼過來 網址的話 基本上 就是這個上面這個網址 有沒有 它是一個ASPX的技術 做出來的網頁 OK 好 把這個地方貼上去 那幫我把這個裡面的原資碼 抓到HTML 它就幫我把原資碼抓下來了 接下來的話 我在上面呢 加入一個叫BeautifulShip 那其實它的模組名稱就是這一個 它的套件名稱是BS4 所以從那個BS4這個套件裡面 它有一個很好用的一個這個模組 叫做BeautifulShip 不過 BeautifulShip其實有時候也太長了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會把它取個別名 S什麼 S BS之類的 當然我這邊是沒有再給它說短 所以如果你要縮短的話可以改 然後呢 利用這個BeautifulShip 我們只需要呢 給它 我們這個原資碼 加上後面給它一個固定參數 叫做HTML.Parser 這個Parser的參數主要是分析 分析什麼 分析這個原資碼裡面的 剛剛講了兩個重點 一個是標籤名稱 一個是類別名稱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只要給它標籤名稱 它就幫我抓回來了 給類別名稱 就幫我抓回來了 所以喔 所以第一個 我們因為要找全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假如說我建了一個這個 BeautifulShip的物件 叫做SP 那它 我剛剛講過 它主要呢 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 叫做Find 就Find Find找一次 如果是Find All的話 是找這個網頁裡面全部 這個 所以刮符後面 如果說呢 你給它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是什麼 DIV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從這邊 這個按右鍵有沒有 檢查 然後這個叫什麼 DIV 你把這個DIV 複製貼過去 然後開始名稱複製貼過去 貼過去 貼到哪裡呢 貼到在刮符裡面 也就是說第一個 就是加什麼 它的標籤名稱 第二個呢 給它的就是類別名稱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沒有類別名稱怎麼辦 沒關係 但是至少你一定要有標籤名稱 因為網頁一定有標籤 但是不見得會有類別 那其實標籤就是HTML 基本語法 那個Class名稱 就是另外有個技術叫CSS 有沒有 CSS裡面就有類別 OK 那當然有些其實沒有類別 那沒關係 如果沒有類別 那你就找標籤名稱 可是喔 如果你找標籤名稱 可能會有個狀況 就是你會找到一些 不相干的東西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反正就是見招拆招就對了 OK 所以其實爬蟲 有趣的地方在這裡 其實難度很高 但是缺點 困難的地方就是 哇 很容易出錯 所以即便你是爬蟲高手 你要想說 怎麼樣去爬蟲某個網頁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網頁 因為是別人架設的 所以他如果改版的話 那你就完了 你就要重寫 而且因為他規則改了 OK 那你說爬蟲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啊 你如果說現在人 從網頁上獲取資訊 太多了吧 有沒有 輿情分析 其實用這個就可以賺錢 大數據分析 不是也是抓網路資料 金融分析 有沒有 數據都在網頁上面 舉凡 所有一切 基本上資料都在網頁上 那以前用 土法鏈鋼 人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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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抓著玩 但是如果你假設用爬蟲的話 你可以24小時 只要不關機 隨時都可以分析 分析完的結果 你可以做統計分析之後 甚至 會是成Dashboard 就是像視覺化的分析 有沒有 馬上可以知道說 現在哪一些 比如說像選戰好了 誰的現在聲量最高 有沒有 把他的排名列出來 那我怎麼知道排名 你可以去抓取幾個比較重要的 像什麼 好像比較高 什麼PTT 有沒有 去排PTT PTT裡面把裡面所有的文章 都抓回來 然後看某些關鍵字出現的 出現的數量 還有出現的時間 等等的相關訊息 是不是可以做個排序 那大概就知道一下 最近大家是不是會關心某些事情 這什麼重要 當然很重要 有的時候你做了一些事情 不見得會能夠得到相對應的成效 對不對 OK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方式 抓三個資料 第一個欄位 我就把它放在list1 第二個欄位 就放在list2 第三個就放在list3 也就是說它幫我抓什麼 抓這個標籤裡面的這個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資料在哪裡 就在這個標籤的頭跟尾巴的中間 那這個裡面放的 實際上就是它的text 文字有沒有 就在這裡 有沒有 那你幫我get回來 塞到串列裡面 所以我們有三個欄位 那意思就是說 幫我塞到三個串列裡面 那我把它塞進來之後 我就是再跑個回圈 for eye in range 幫我把它全部 以外上這邊有0 0豆點 這個可以省略 幫我把它裡面的資料 抓出來之後 再一個一個輸出看看結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 1123 執行給各位看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幫我把 網站上面的所有名稱 有沒有 類別名稱 豆點 這邊有個豆點 然後它的中文名稱 豆點 英文名稱 然後因為print有換行 也換第二個 換第三個 有沒有 1123 123 也就是說呢 把網頁上面的所有名稱 通通幫我get回來 就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python的爬蟲 真的在這邊做起來還蠻簡單的 而且跟各位講 這規則還蠻簡單的 所以如果你要找全部 就find all 如果你要找一次 就find就可以了 所以網頁上 你要找什麼 我覺得都還蠻容易抓的 當然 爬蟲其實有簡單爬蟲 還有 這個所謂的反爬蟲 因為現在爬蟲太普遍了 所以有些網站 它還會把你擋一些 比如說它不讓你抓 它會做一些 刻意的讓你 沒辦法找到你的資料放哪裡 相關的動作 OK 以這個網站是沒有 所以試一下第一段 當然如果可以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是把它存檔 所以存檔的方式 不外乎把它存成CSV 甚至各位可以想想看 這個資料呢 如果我希望存成Excel可不可以 又來了 Excel 所以剛剛才做的 如果我說我今天怎麼樣存成CSV 如果CSV OK的話 那存成Excel 剛剛才講過的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